缅北签署停火,中方会见东盟驻华使节,新三分天下格局已成型。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 缅北内战的各方,在中国外交部的斡旋下,在中国境内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 为缅北内战的紧张局势,带来了调停和缓解的希望。 此次停火协议的达成离不开中国的积极斡旋,中方的促和行动不仅稳定了缅甸周边局势,也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声誉。 在停火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东盟国家的驻华使节,并传递了一些重要的信号。 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外交的良好合作态度,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更多机遇奠定了基础。 缅北内战的临时停火不仅仅带来了边境地区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中方在国际上的声誉得到了巩固。 作为一个大国,软实力也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 今年以来,中国成功促成了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并在俄乌和巴以冲突问题上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现在,中方再次成功推动缅甸内战各方和解,从而在外交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海外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 中方的意见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变得更加重要,寻求中方的协助和斡旋将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在此意下,中国通过斡旋缅北内战所获得的收益不仅仅是恢复边境地区稳定,更重要的是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 中方会见东盟驻华使节。 作为一国来说,阮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成功地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外交关系恢复,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同时,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上,中国的发言权也逐渐增强。 现在,中国又通过促成缅甸内战各方的和解,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在今后的国际重大问题上,中方的意见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其他国家也会寻求中方的协助和斡旋。 因此,中国从斡旋缅北内战中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恢复边境稳定, 更重要的是国际声誉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这一点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联北内战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后。 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东盟国家驻华使节, 这次会谈释放出了一些重要的信号。 王毅外长高度赞赏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成果, 并指出过去十年,中国和东盟共同推动的一带一路合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处于时代的前沿,双方积极践行清澄慧荣外交理念, 在区域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王毅外长接着表示, 中方将继续奉行清澄慧荣的外交理念成为东盟可信赖, 可依靠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这番表态不仅是对东盟的友好表示, 也体现了中方期望获得的两个战略机遇。 首先,中方提倡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仍然是未来中国和世界共同繁荣的重要机遇, 为中国自身发展以及促进国际社会共同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其次,王毅外长提及的清澄慧荣外交理念, 正是中国多年来与多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键, 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种实际展示。 未来,中方将继续坚持这种友好和包容的外交政策, 将中国打造成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朋友, 这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在当前世界格局中,尽管变化莫测, 但总体大形势已经越来越清晰, 有人说,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三分天下的格局, 其中美国、欧盟和与多国合作的中国分别代表了三方。 然而,在这三方中,欧盟实力逐渐示威, 各方面实力相对下降, 美国也不例外, 虽然暂时仍占据金融、科技和军事领域优势, 但优势也在逐渐减弱, 而中国正在奋起追赶, 并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 展现出代表团结合作的态度, 这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 这一点也将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只要抓住战略机遇, 保持战略耐心, 中国作为代表团结合作的中方, 必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 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斡旋为中国赢得重要国际认可。 这次的斡旋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缅北内战, 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重要机遇,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除了经济实力外, 软实力的提升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通过这次斡旋行动, 中国已经展示了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角色和负责任的态度, 不仅解决了缅北内战, 还通过倡导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共同发展的重要机会。 此外, 中方坚持亲程慧荣的外交理念, 始终保持友好合作的态度, 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朋友。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认可也越来越高, 在全球格局变化的背景下, 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外交政策获得了广泛认同, 被视为世界上最为繁荣和强大的国家之一。 展望未来, 中国的发展机遇依然广阔。 在未来的发展中, 中国需要抓住两大重要的战略机遇, 持续保持战略耐心, 继续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首先, 中国要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为世界和自身提供更多机遇, 共同促进繁荣与发展。 一带一路, 倡议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 未来将继续为中国和世界各国提供重要的战略机遇。 其次, 中国要坚持倾城慧荣的外交政策, 保持友好合作的态度, 只有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 才能推动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将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尽管达成了短暂的停火协议, 但缅甸冲突的根本矛盾 并没有得到解决。 缅民帝武装在社交媒体上 重申与军政府对抗的目标, 并声称取得了重大进展。 然而, 要实现全面的和平, 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持续的努力。 他们坚定地奉献于 为全体缅甸人民争取权益的精神, 并将缅甸军政府称为独裁政权, 表示将继续努力推翻该政权。 中方为促进缅甸各方的会谈, 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中方的努力, 只是帮助各方迈出缓和局势的第一步, 关于如何会谈, 会谈的议题, 以及如何达成共识, 都是缅甸当事方需要自行决定的, 缅甸冲突的解决, 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 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来有效调和。 此外,缅甸经济的落后, 复杂的地理环境, 以及长期受到西方势力的干预, 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矛盾, 使得缅甸政局动荡, 冲突愈发严重。 目前, 缅甸内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双方是否愿意为和平局势做出让步? 首先停止敌对行动, 逐步达成共识和协议, 缅甸民族地区与军政府之间的矛盾, 需要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 解决争议焦点, 并为缅甸民众创造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 而这也有助于维护中缅边境的安宁, 中方愿意继续发挥作用, 促进缅甸冲突的尽快结束, 但是, 缅甸各方也要明白, 在中方的努力之外, 内部也需要展现应有的诚意, 形成合力, 共同解决缅甸现存的问题。 如今, 世界格局虽然变化莫测, 但总体的大形势已经日益明了了, 如一些媒体所说, 世界已有了新三分天下的格局, 其中美国是一方, 欧盟是一方, 而与诸多国家保持合作的中国则是另一方, 而在这三方中, 我们可以说, 欧盟已逐渐示威, 各方面的实力都在相对, 下滑, 而美国也不例外, 只不过暂时还占有金融, 科技和军事方面的优势, 但优势也在下降, 最后的中国不仅在奋起直追, 而且中方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的发展观念, 更是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这一点也会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将来, 中国只要能够抓住两大战略发展机遇, 保持战略耐心, 代表的团结合作的中方, 必将成为世界上最为繁荣的社会和最为强大的力量。 总之, 通过中方的斡旋行动, 缅北内战达成临时停火协议, 并为中国赢得了重要的国际认可,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将持续成为世界上最为繁荣和强大的国家之一, 展望未来, 中国的发展机遇依然广阔, 只要保持战略耐心, 抓住战略机遇, 中国必将成为社会和力量上最为强大的国家。